像江泽民这样的老领导 他现在90多了去世 实在是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为什么呢 他已经通过了胡锦涛和胡温这么一个阶段 当然我们不可否认的 即便现在的常委当中 也还有很多是 还有几个个吧 当时是江泽民时代提上来的 那么江泽民的他们这一派 还有相当大的影响 比方说曾庆红先生 江泽民先生 这都是郭文贵先生最近爆料 大家猜疑的这个 若干个老领导当中的两位 包括贾庆林 这都是包括李长春 这都是郭文贵先生提出的老领导 大家猜的 但是无论如何 即便现在他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 但他的影响力 我相信随着这个 已经过了好几代了 起码过了胡温这时代 那么他的影响力 而且他的就是好多人 比方说他提上来的周永康 已经被这个习近平他们这一级领导人把他当作腐败 已经把他彻底清理了 而且我们要记得周永康当时是和江泽民一起访美 被这个法轮功学员把他们告上 当时周永康是四川省委书记吧 把他们告上国际法庭的 就是你现在就是已经好几代下来 我觉得总体来说 这个江泽民如果就是他不在的话 对中国的政坛影响 应该是不会很大